如何看待全国首例单身女性动乱案 之前北京一名31岁的单身女性徐某 向北京某医院申请动乱 单身因为未婚被决了 一动之下 以侵害一般人格权为由 将其告吵案 这是为啥的 徐某认为啊 凭啥男的动精可以 动乱就不行的 你这是性别歧视 于是就把他给告了 咱给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动乱 动乱就是冷动乱 是叫母体健康 想将就 但是我又害怕 万一后面我想生 结果却无法排卵 这该怎么办呢 为啥不让单身女性动乱的 这医院方指出 倒不是我不想跟你动 实在是因为03年 国家卫健委颁布 人类促处生殖技术规范 明确规定了 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 和计划生育规定的夫妇 和单身女性 实施人类促处生殖技术 也就是说 想动可以 除非是存在不育不育问题 或者生犯癌症 想在化疗前 保留生育率的已婚妇女 这未婚女性 是不行的 那既然这样 为什么男的动精可以 这不是性别歧视吗 首先就是技术方面 男的取精比较简单 风险低 自己比较威一下 就可以了 一次可以取千万到一的精子 但是女性取轮 每月只有女子 而且还容易对女性 申请健康造成损害 其次 一些专家表示 这个冷冻栓 还可能诱发非法买卖 非法待遇医疗纠纷等问题 以及如果放开冻栓 可能会有更多的单身女性 因为不着急生育 而不结婚 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根据我们民政部数据显示 中国单身成年人口 已经超过了24亿 尤其是一线城市 占比更高 目前呢 百安中许某 已于7月22日出道的 一审盘决赋 并表示要提起上诉 对于这件事 你们觉得 国家应该放开动乱吗 各位看官老爷夫人们 白嫖虽爽 一直白嫖一直爽 但创作实属意 逗逗您的小手 给我点赞呗 祝您的一切都好